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做油管的这个YPP的申请和批准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每一个做油管的人希望通过广告分层来赚到钱的这个博主要遇到的一个问题 那么YPP它的全称是油管合作伙伴计划 它的核心是你跟油管合作起来赚钱然后分钱 那么油管上面有十种以上的这个赚钱的方式官方的 所有这些东西都必须首先你达到了YPP 如果YPP不批准证明你就没有在油管上面通过它的官方手段赚钱的这样一个资格 但是题外话这是油管官方的赚钱方式 依然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赚钱 就是没有在YPP里头不用油管的这十种官方的这个允许的赚钱的方式 你依然可以这个赚到钱 所以加入YPP赚钱不是唯一的一个渠道 好这是个题外话 那今天我们就讲什么样的内容可以申请加入YPP 因为这是困扰很多这个新的博主的一个问题 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不是想象处理的问题 如果你对这个东西理解的不够准确或者充分的话 很多人都会遭遇就是YPP申请不过 然后在这上面浪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并且是充满的一个负面的情绪 因为他会觉得就是他被针对了 其实他的内容是应该被批准加入YPP 所以就会生成很多负面的情绪 好那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申请过YPP的时候会遇到 那么油管在拒绝一个YPP的时候 往往会引用一个最大的模板式的理由 就是叫做重复内容 好那么另外一个更加抽象一点的内容 让你摸不到头脑 就是讲你的内容不适合这个油管合作伙伴计划 也就是说你的内容不适合播放广告 那这个内容的话 让很多人感觉到就更是摸不到头脑 但油管在给这样一个结论的时候 它是不会告诉你哪些视频有问题 在这地方我顺带说一下油管的审查的过程 审查是机器审查加上人工审查 人工审查是最后一步 这个机器审查的话 是前面的一些自动的一些判断 一些过程 但最后盖章的那个人是个人工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作就是 所有的YPP都是最后人工批准的 这样的理解就不会错 那这个人工这个判断 它的判断会看哪些数据呢 它会看你这个达标的这些数据 是主要来自于哪一些视频 有可能是来自于其中一个视频 对吧 一个频道里头做了好多视频 一个视频爆火 那个视频可能就涨3000粉 然后涨几万个小时的观看时长 短片是相同的道理 那油管它会结合 你涨粉的 涨观看时长的 这个核心的哪几个视频 如果这几个视频有问题的话 你大概也是通不过的 如果这些 比如说这些内容都是合理的 然后其他都是观看量很小 然后只有一个视频活起来 你依然会被通过 不通过的情况 比如说你一个活起来的 那个是个搬运的 纯搬运的一个视频 那么它活起来了 或者是我们讲的很多短片 比如说小姐姐扭屁股 很多人看的 观看量很好 播放过千万 但它通过判断 它明显的觉得 这个不是你的视频 非原创的 你是搬运过来的 那么即便是 你其他的全都是原创的 那它依然也会依据这样一个 你的主要的达标的视频 是一个不恰当的视频 或者是这样非原创的 这样的视频 所以它依然会拒绝你 那油管当然不会只看 这样一个视频 它会整个看你的 其他的 你的整个的门面 对吧 你的做的哪些节目系列 节目的形式 你的简介页面 你究竟是谁 你是人 你还是个机器 等等这些东西 它会作出一个综合的判断 每当讲到这个地方 我都会提醒大家注意 油管它是个人 它每天像机器一样 要审查好多好多频道 对吧 这个不是一个非常性感的工作 压力很大 非常枯燥 然后工资又不高 所以 它是不会有很多的时间 或者是很热情的 这样一个态度 来让你 就是能过和不能过的时候 它是会偏向于不让你过 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我经常讲的 你不要做鬼鬼祟祟的内容 引人生疑的内容 那么你整个频道的装修 描述 这个简介和说明 这些东西都要倾向于 要给它提供信息 让它难以拒绝你 对吧 比如说我们曾经 有个同学 他就是做原创音乐的 他的音乐当然还没有到 这个写流行音乐 就是大火的知名音乐家 这种程度 所以原创音乐的话 他肯定在我的这样的 业语选手 听起来讲 不怎么样 那也就是说 他这个音乐 音乐不怎么样 然后听起来 不会这样 让别人一听 就是眼睛一亮 那他是原创的 但是呢 这个 然后他也没什么太多画面 就放音乐 那这个审查人员近期 又看见 一听音乐不咋的 对吧 所以说一下 这个审查人员 他甚至可以不懂音乐 他可以完全不 但他看起来 那个节目非常粗糙 没有信息 他音乐好像又不咋的 但他直接就拒绝 拒绝好几次 那我这个同学 就非常奇怪 他就来找我 问怎么回事 我讲 你必须提供你这个信息 他是对你这个音乐 无感 无从判断 你这个音乐 是从哪边弄来的 是不是你写的 还是你偷的 还是你改变一下子 对吧 那么很简单 这个技术上处理 就是你直接就是 告诉他 这是我原创的 我是什么音乐爱好者 我是音乐学院的 什么学生 你把这个情况 告诉他 他有了这样一个东西 证明这是音乐的原创的 他就不会讲 这个音乐好坏 作为一个判断标准 来拒绝你 但是在原来不清楚的情况下 他是拒绝你 一点心理压力也没有 因为他无法判断 你是否是原创 你在简介里头 在说明 你告诉他 这个原创 如果你再渲染一个故事 叫这个音乐 是我失恋的情况下 写的这么一个东西 一个故事在底下 那他更无法拒绝你 对吧 所以你要看这个 这个YPP的审查 第一 他在批准你 和拒绝你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批准你 他没有压力 他不会老板 批评他扣他工资 对不对 他错误的 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 他拒绝你 他一点心理 罪恶感都没有 但是当你把 所有这些东西 告诉他的时候 他很难冤枉你 或者拒绝你 这个是 你要 很多人要理解的 这个精神 你可以使用到 你在YPP被拒绝的时候 申诉过程当中 你主要 就是要提供各种证据 将我这个东西 是我这样子 创造出来的内容的 所以你是内容创作者 是这样子创造出来的 好 这是第一 第二个 大家要理解的 就是 原创的东西 不一定就让你通过 很多人狭隘的理解 我不是搬运别人的 那么我进行了某种创作 或者像从头到尾 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原创的 甚至 我就出镜来做口播 朗读一些东西 就是 我出镜 我朗读一个百科全说 朗读一个冷知识 朗读一个情感小文章 原创吧 我自己在这说 我真人 这个独体刺激 你 你讲是原创吗 好 你要知道 原创 它也可能是认为 你是低质量的内容 所以 并不是讲原创 就非得给你 加入APP 这是很多同学 觉得非常困惑的 那搬运的东西都能过 我原创东西 为什么不能过 因为原创也有垃圾 这么一说 对不对 我们家愣出去的垃圾 就是我原创的垃圾 对不对 香蕉皮 我原创的 我没有到别人家去偷垃圾 倒到街上去 全是我自己原创垃圾 原创也有垃圾 这么一说 所以不要觉得 你原创 人家不让你过 你就理直气壮 觉得你是有冤枉 不是的 所以 它批准你加入 是你这个内容 达到了及格线 它推荐给别人看的时候 这个事实上 有人愿意看 然后它可以插播广 可以分钱 是这样一个逻辑 所以不要理直气壮 像这个老娘 这个原创的 你为什么不让我过 我起诉你 没这么一回事 就是 油管 它可以 它可以无条件拒绝你 因为 按照它的这个用户章程 它可以不需要跟你 给你任何理由 关你账号 可以这个 把你贴除出 在这个上面 在用户条款里 觉得非常明确 它没有必要向你证明 所以它当拒绝你的 YPP的 它没有必要给你讲 是因为你 这个三个月以前 发的这个视频 理论上是这样子的 它没有必要提供给你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 它就是 它提供给你的 它没有必要提供给你理由 没有必要提供给你 这个是因为哪些视频 拒绝你 这个它是完全 这个是一个 它提供给你 还特别费事 因为它拒绝你 希望是一个 就是公文式的东西 给你 如果提供详细的 哪个视频 哪个地方 几分几秒 出现什么问题 或是性质的 那就开始扯皮了 那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它从流程上 它就是这样的设计的 不要认为它很不负责任 你要是到油管 你要负责这个项目 这样 我们希望给用户 做好用户服务 我们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告诉她 是怎么拒绝她的 不可能的 你这个项目 不会得到通过 就是相当于讲 男女分手的时候 你告诉一下 分手的五个理由 三个主要理由 两个次要理由 你会干这种事情吗 对吧 我们不合适 主要你找得更好的 对吧 我配不上你 意思就是这么一回事 对吧 所以它 这个YPP 它会给你一个笼统的 最大的一个句 重复内容 另外一个就讲 对不起 你的内容不适合广告 所以我们不接受 你加入YPP 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 我刚才讲的 就是很多人 错误的认为 就是原创 就是可以加入 我给你举个例子 对吧 我昨天前天 在群里头聊天的时候 我就给同学 讲到这个例子 我每天瑜伽 我静坐 在那个地方 面壁静坐 或者我每天起来念 抄写一遍心经 原创吧 对不对 我每天起来 抓一把大米 数一数 看看是 这个三千多少粒 我数一下 用个捏子 一颗颗的数 原创吧 我自己做的 亲身做的 对不对 那你这样 我原创就过吗 好 你每天干这个事情 大概的 它不会批准你加入YPP 好 注意哦 一个美女 全途后翘 穿个瑜伽服 每天做相同的瑜伽动作 观看量巨多 非常大的概率 油管会批准 它加入YPP 那你讲 太不公平了 我也在这边做瑜伽 它为什么不让我通过 你别忘记 美女就是生产力 美女就是价值 美女就是生产资料 你别杠 你杠就是你对 我懒得跟你争论 对吧 所以 两个都是原创 我大佬爷们 这个啤酒度 她就不让我过 人家美女 她就让她过 别觉得不服 所以我跟你举的例子 好像有点极端一生 有点开玩笑一样 但它就是真的 你要深刻的理解 这是人的这种 人消费的内容系统 它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这么一回事 对吧 美女是生产力 美女是生产资料 美女就是眼球 有了眼球 有了观看时长 她可以播广告 就这么简单 所以讲 原创不是讲 非让你过不可 这一点 你不要觉得冤枉 那么 你被 YPP被拒绝了以后的话 有几个东西 要特别注意 第一 现在绝大部分人 会提供一个 叫做视频 申诉的 这样一个选项 在这个里头 就是我刚才讲的 它 在拒绝你的时候 如果你的内容 本身没有问题 那么你就可以通过 这种申诉的方式 告诉他 你是怎么样创作 你这个节目的 往往展示 你的整个的视频 创作过程 你是怎么样收集 做选题的研究 然后用什么样软件 在做文案 做后期 然后把这个过程 展示给别人 注意哦 如果你在这个节目里头 是没有露脸的 我会强烈建议你 在做这个申诉 这个节目里头 你可以露脸 人跟人当面的交流的时候 他拒绝你的难度 又增加50% 跟他说 告诉他 我是这样子做的 你想 他听不懂 你这个时候 就可以用AI语言 用翻译 用字母翻译 各种技术都可以上 这是一个申诉 这是一个只有审判员 能看的这个视频 别人看不到的 所以你跟他说 你这个时候 就不要又在后面 就是让他觉得 你这个申诉的东西 又有问题 好 注意这个地方 你是真的觉得 就是他的判断失误 你应该通过申诉的方式 让他了解 你这个内容创作过程 如果你这个明显 就是东平 你自己都知道 有问题的这样一个东西 你可不可以去申诉 你当然可以 但是这种意义就不大 你应该 因为如果你是 不知道你这个内容 那这是拒绝YPP 那当你了解平台的 一个努力的一部分 那么你下次 就不要做这些鬼鬼祟祟 灰色领域的这些内容 对吧 而不是讲 你要通过各种办法 这个欺骗的方式 然后让他通过 这种通过没有意义 我看过太多这个样子的 拒绝YPP 然后通过某种方式 申诉以后 碰巧通过了 然后过段时间 又会被取消YPP 所以讲 你还是在不断的 浪费自己的时间 浪费别人的时间 毫无意义 你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有很多人如果 对平台 我刚才讲的原创 他为什么不让得过 好像很生气 我就告诉你原创 原来原创也有很多内容 是不通过YPP的 你就会知道 讲我下次做节目 或者是下次调整 这个内容方向 或者我新开一个频道的时候 我要走到另外一个 他就是他无法拒绝我的 这个流量又足够的 这样一个赛道上面去做内容 这个是应该一个正确的态度 所以如果你的内容没问题 你决定用视频申诉的方式 你就应该提供这些 让他增加他理解你 很难以拒绝你的这些因素 在这个地方 然后对你的频道内容进行调整 我讲频道内容调整 是指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你简介页非常薄弱 你丰富你的简介页 如果你的视频 没有什么说明区 那么你把说明这部分调整 你可以调整一些 如果你觉得封面会有问题 你可以调整一些封面 调整一些标题 不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东西 不要把有问题的视频 就是会被拒绝你的视频 把它删掉 因为油管在叫你申诉的时候 它明确的告诉你 你别去删改这些视频 你删掉这些视频 好像你觉得能够隐藏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视频有问题 有点比如说爆出口 或者有点searching 那么我猜想是这个视频有问题 然后把它删掉 然后再来申诉 你认为就是我删掉以后 这个审查人员看我申诉的时候 就会看不到那个视频了 这是你一厢请言的想法 就是说它告诉你别删掉 只是让它审查起来 就是直接进入你的频道 能看起来容易而已 如果你这样把它删掉以后 它依然能看到你的视频 就是你一直是从你的界面 或者是你所能看到的 数据库层面里头删掉了 但是在整个油管的审查的系统里头 你是删不掉的 就是说它最后过多长时间以后 它会把你删掉清理系统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它有可能 它是很长一段时间 它都不会删掉 就是你这边删掉的视频 它那边没有删掉 如果你去干这种事情 反而会暴露你什么东西 你刻意想隐瞒一些东西 因为申诉的基本的假设就是说 你没有进行什么大的变化 别删掉你认为有问题的视频 来进行申诉 而是最好的这种方法的话 你应该就是觉得你发现了你的问题 然后你最新的更新的这些视频 那么是让它明确的感觉到 你意识到问题所在 你知道这个被拒绝 然后你新更新的 因为它有个21天的这样一个时间 让你去进行申诉 在这个时间 如果你做一些视频 干净的 符合它的要求的 然后又有流量的话 那你申诉 这个很容易就通过了 而不是这样 你发现 赶紧把几个搬运的东西 把它藏起来 把它思想把它删掉 然后这样来申诉 我看了半天都没有问题 一定是你们冤枉我了 就这样 我全都是原创的 这种苍白的 这种狡辩 或者是试图把一些 不干净的东西藏起来的做法 反而会加重 审查人员的这种疑心 你不诚实 它反而更大可能被拒绝 你这种可能 最后我想讲一下 就是一个YPP 如果被拒绝的一个频道 并不是讲这个频道就死了 这个情况很多同学都遇到 就是我辛辛苦苦达标了 我会粉丝好几千 然后我的观看时长 或者有几万 然后因为它不通过 然后再不通过 对吧 然后耽误几个月半年 甚至好长时间 然后我这个粉丝 其实长得挺多了 有的能涨到四五万 有的观看时长 就是几万的 十万的都有 被拒绝 比如说两次都被拒绝YPP 怎么办 我是不是放弃这个频道 不需要 这个频道被拒绝YPP 这个频道并没有死掉 如果你的频道有问题 它会关闭你这个频道 删掉你这个频道 封杀你这个频道 它没有删掉 它只是想不让你加入YPP 你还没有反动 还没有这个出格到 它必须关你频道的这个程度 那么也就是说 你的粉丝 你的观看时长 还是有效的 最起码 就是说你的粉丝数 那还是 还是有用 还是靠谱的 如果你还在现在 现有的内容赛道上面 如果你原来的内容 比如说有问题 又不出镜 用AI配音 又是这个 又是大量的 使用别人的素材 一看就是我讲的 鬼鬼祟祟的节目 那么你讲 我依然在选着这个赛道 但是我准备出镜座节目 最起码我开头讲一下 大家好 我是老胡 这个什么东西 然后中间依然用原来的那种方式 用素材 用各种东西 因为有很多人没有从头到尾 面对镜头 这样 这种表达的能力 但是最起码 我一开始上来跟你讲一下 昨天出大事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东西 然后就开始就各种素材 就堆上去 所以不是很大的变化 但是 这个形式上面 让人家感觉到 这是一个原创的内容 这样的稍加调整 在同一赛道上面 同一个内容的方向上面 调整一点点形式 这样子就改变这个内容的性质 那你那些粉丝 你那些时长 全都有效 这样子一调整 再下次达到重新申请的 你一申请就过 也就是说前面这段时间 虽然是被拒绝YPP一段时间 但是你那个观看时长 你那个粉丝 是真的 如果你不换赛道 这是一个好的方法 有很多同学认为 哇 这个频道毕了 哪怕我是用同样的内容赛道 比如说这个是娱乐 我再做一个娱乐 我必须从零开始 不是的 你继续在这个频道 调整方向 来操作 但是做的内容的形式 让别人看起来是有价值的 原创的 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总结一下 YPP的被拒绝 或者是被批准 是所有人在油管上面赚钱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那很可惜的 很多同学 因为对这个内容的 这个呈现的方式 以及内容的 跟对关于什么 二次创作搬运 或者版权 这样一个生成方式 尤其是 最近新加了一个AI工具 在里头 使得这个东西更加的 具有欺骗性合作 或者复杂程度 所以有好多人 在这样一个 最开始做频道的是 这个YPP 要么就是很不顺利 要么就是自己把握不住 这个尺度 有很多人会被 遇到这样一个拒绝 YPP的这样一个经历 所以就会弄得非常紧张 我就像我刚才讲的 是不是要关掉这个账号 是不是讲这个方向 彻底做不下去 我要从头起来 所以然后有的人 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就完全就放弃了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那老胡有个咨询服务 我的咨询的这个业务里头 有三分之一 就来自于 YPP通不过 就是通不过 或者讲 我想知道 我做这个东西将来能不能通过 YPP这种形式 所以我就咨询三分之一的 歌虎来自于这个 还有三分之一来自于 这个Adsense Adsense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 就是我注册香港 注册美国 验证怎么办 身份验证怎么办 地址办验证怎么回事 然后我要换绑怎么办 我现在绑到另外一个人 我跟那个合作伙伴 现在分家了 我原来在MCM 很多很多复杂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Adsense 是油管 是整个谷歌里头 非常糟糕的一个服务和产品 完全不合理 它太老了 造成很多人的 就是痛苦的这样一个经历 非常非常糟糕 但是它就是这样子 没办法 你必须在它这个环境里头 生存下去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 希望有几个 不同寻常的重点 像我比如说 我刚才讲的 就是如果你对这个平台 不熟悉YPP 在被拒绝 需要进行申诉 这个不紧张 很多人有这样一个 这种经验 那如果内容 如果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申诉就可以通过 那么有一部分同学 就是调整过来以后 中间做一些新的内容 然后下一次申请 直接通过 只有极少数的 从最开始 就是通过各种方式 来做高批量 自动化做内容 这些人他不通过 往往这些人的话 他不会太过在意 他就是直接放弃 因为他是批量 举证做号的 你不批准没有关系 他一下子7 50号 你这5个拒绝 那10个 那10个 然后慢慢慢慢 他不断的开新号 不断的做 是因为他们成分比较低 就是矩阵的方法 那个是不同的 这种生意方法 然后非常重要的 就是当一个东西 被拒绝以后 应该如何的 利用现有的粉丝 利用现有的频道 现有的观看市场 在明确的调整的 指导原则下 做内容进行调整 最后都能够成功的上岸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走点弯路 遭受一点挫折 是非常正常的 不要有负面情绪 不要认为好像油管 就是针对你的 哪怕就是最开始 没有批准你 然后你经过申诉 经过调整以后批准 你也应该自我检讨 是你没有提供给他 足够多的支持你的信息 所以我前面节目的 最开始都讲了 你要知道这些审查人员 他的心理 他的工作环境 你要支持和配合他的工作 不要较劲 一拦你 老子又没有闯红灯 又没有事 又没有这个超速 进隔别人抬杠 然后警察叔叔 拿出那个 这个速度超速记录枪 给你一看 你就傻眼 你总觉得没监控 别干这种事情 好 希望今天这期节目 关于这样一个重点的 难点的问题 对一些新手同学有所帮助 好的 谢谢 再见 欢迎明天回来看老虎的节目